我也算是半个客家人间 就让我这个客家妹子来给你们尝尝这家在新山的客家餐馆 这是客家炒面 更加强力推荐的招牌 还是带一点湿润的那种炒法 面条不是特别的Q弹 但整体炒的那个调味是还不错的 自己蛮喜欢的 肉碎香菇碎 切成丁状 所以吃起来整个口感不单只有面 还会有肉碎和香菇的那个香气 最爱的客家菜鸡就是蒜盘鸡 这年头要找到好吃的蒜盘鸡真的不容易 软弱软弱的 油脂的感觉也还有存在一点点弄芋头的香气 蒜盘鸡自己本身就像是一个 每一届一个载体 是看着它这些炒的很香 这样重头味的料搭配这一体鸡 我觉得现在可以来晚饭 酿豆腐的部分 豆腐非常的新鲜 酿肉的调味我很喜欢 表层有再去煎过一层的感觉 外皮酥然后里面就有豆腐的香气 酿豆腐自己本身的调味也很OK 所以不需要靠在厚度的这样子去让它好吃 酿的肉的分量还蛮多的 酿的蛮实的 我也有一种那种把酿豆腐夹起来 肉下一瞬间就滚出来的那个感觉 但是在白豆腐的部分 你可能要特别小心 不要感觉白豆腐还蛮脆弱的 就走一个软滑像豆花这样子的口感 再搭配里面有肉 所以还蛮多层次的 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蛮自在吃的 尤其是上海 推推 特别再来 here's number 2